弟兄姐妹们早安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思想读经运动的经文凡事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你又带领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圣灵的同在 让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赐恩带领之下 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 也感谢你赐给了我们健康 让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能够一起分享你的话语 感谢主让我们把今天的祈求以祷告 我们都奉靠了主耶稣得胜的圣名而求的 阿们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不要害怕 是取自以赛亚书第43章 在还没有进入以下的时间 我们来先读一段的经文 以赛亚书第43章 以赛亚书第43章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创造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 招你 你是输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一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捉你身上 弟兄姐妹们 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 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耶雅金王统治时期 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进宫 并围困耶路撒冷 尼布加尼撒把耶和华店 和宫里的一切宝物 都拿了出来 又将所罗门的一切宝物 都拿了出来 在耶和华店里 制造了一切金区 都毁坏 正如耶和华说的 尼布加尼撒还掳走了 耶路撒冷的众民 一万名葫芦 包括众领袖和大能的战士 以及所有的工匠和铁匠 唯一留下来的是贫穷的人民 耶雅金王 王母 后妃 太监和国民中的大官 都被掳到巴比伦 这件事是上帝预言过 并发生在他指定的时间 当贝鲁世纪化身时 犹太人肯定经历了一场信徒危机 他们可能认为 上帝不再关心他们 他们已经从上帝面前 完全被丢弃了 他们应该继续保持 对上帝的信心吗 他们还能仰望于他吗 他们是否在新地方 以新的生活方式 妥卸地生活会更好呢 本日经文提醒在被炉中的犹太人 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 他们必须记住 他们是上帝的创造物 他们是上帝所救赎的人 上帝认识他们 他呼叫他们的名字 上帝允许 无论他们到那里 深处何地 无论他们经过水中 遇过江河 他都会与他们同在 即使他们行过火中 他们也不会被烧和着火 信守圣约的上帝 不会失约 也不会永远抛弃犹大 无论他们身在火处 出于什么境地 他仍然是他们的上帝 上帝叫他们坚强 不要害怕 过度的恐惧 会削弱他们的信心 他们必须相信上帝和他的话语 才能坚守圣约 子民的生活 持定对上帝的信心 上帝对犹太人的应许 也适用于所有相信基督的人 基督是时时刻刻同在 并陪伴我们的一满内力上帝 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你是否在所有处境都相信上帝 今天我们学习了以赛亚书 也互相分享了 表明神的恩典是不可抗击的 无论被造的百姓 怎么看他们也永远都是属神的 无论土人 以色列怎样又龙又小 他们都无法改变 自己属神这个事实 因此软热的信徒 当关注的不是自己和环境 而是自己到底是属谁的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 我们面对被疲惑 痛苦和考虑 求你照你的话语来保护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不受损伤 反而能得到救赎和成长 恳求你除去我们的害怕和不安 让我们体炼你一切丰盛的爱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阿们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